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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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中学的时候 他们班级要选班长 老师要求学生都毛遂自荐 他到台上用了一句话 就是全班同学都选他 他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欠你们的钱 你还想不想叫我还给你们呢 博士最近交了个女朋友 他女朋友就问他 哎 博士啊 你喜欢那种漂亮的女生 还是可爱的女生 博士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因为其他两种女生根本不理我 博士之前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孩 有一次这个女孩买了一部新手机 他就把博士叫过来 让博士教他 怎么样才能够在设置里边阻止来电 博士花了好长时间才把他教会 从那以后 博士再也打不通他的电话了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准备了一期 非常精彩的节目 大家期待吗 期待 那就请大家以最热力的掌声 欢迎我的搭档 贝贝 贝贝好 欢迎大家来到是真的吗 欢迎你们 欢迎大家 好 来了很多的小朋友 所以现场的气氛就会很热闹 没错 今天也会带来一些特别有趣的实验 希望我们现场的小朋友 大朋友和家长都可以学道回去以后 自己也在家里动手坐起来玩起来 对 好 今天依旧请到两位嘉宾 参与到我们的现场互动当中 来老朋友了 掌声有请他们 赵正阳 影视演员 在热服剧《地雷战》中 饰演文小国 你得学会适应 适应了才能生存 王婉轩 演员 在电视剧《仙女狐之墨仙》中 饰演三公主 如果真爱被世俗的眼光 和所谓的礼教阻止了 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再次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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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今天场上的四位 有一位是准备要当爸爸 剩下是已经是为人父母了 对 那个妈妈找着了吗 还正在寻觅当中 她在准备一段时间 你说你跟我说的 我还以为她真快 我以为是要快生了 就是 我觉得做父母的都知道 哎呀 跟小孩聊天 老费脑筋了 对 她会有很多奇怪的问题 真的 于是我就在想 是不是 这个我们小的时候 也会问父母很多奇怪的问题 会吗 应该会 我没什么印象了 但是我儿子总问我 这个为什么 那个为什么 我的知识范围又有限 我知道的我就告诉他 我不知道的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 没有为什么 但是他学了 后来呢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呀 他说 没有为什么 对 怎么样教这个爸爸妈妈 去应对自己宝宝的问题呢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在我们的官微上呢 我们都已经置顶了 对 我们的微博都置顶了 大家可以到微博上去 at我们 跟我们积极互动 有什么好的 跟宝贝一起相处的方法呀 和解答问题的方法 别忘了 大家要共同分享啊 对 好 今天的依旧 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 有趣的实验 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 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让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分享 好 那就请两位嘉宾 在哄哄女生就座 来 有请 谢谢 大家都知道 我有个朋友叫博舍 他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你比如说有一次 他约上一个女孩 一起去吃饭 过了一会儿 他跟女孩说 哎 我说一句话 你不要介意啊 我觉得你再白一点就好了 那这女孩就说 我觉得你应该把墨镜先摘了 但是我去过去 因为我儿子特别喜欢吃馒头 经常在小卖部里边 买五六个大馒头 吃不了以后就放到冰箱里边 后来我在网上看这么说法 让我挺担心的 所以说馒头不该放到冰箱冷藏 是可能吧 我觉得 我儿子也爱吃馒头 他爱吃什么面食啊什么的 那阿姨每次都会做个两三顿的量 然后今天吃不完了 放在冰箱里 下次再拿出来蒸一下 然后再这样吃 没有问题啊 觉得没问题是吧 对 没问题 所以你觉得这个应该是 假的 我也是这样 对吧 因为这是个生活常识 买多了馒头 不可能说一顿都吃了 你也不能说渴着来 都放在那冷藏里面 冻得挺磁似的 然后第二天拿出来 放到锅上一热就行了 冻得挺磁似的 你是放冷冻 你是冷冻吗 我们是冷藏 上面是冷藏对吧 对 下面是冷冻 或者是冷的那是冷冻 稍微暖一点那是冷藏 放冰块的地方叫冷冻 那我是放冰块那点 你把它冻上是吧 放冷藏里 你放几天长毛了 那你到底觉得 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说了半天 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说放冷冻里面是真的 对 那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 对 还是不能在一起 你不能按照冰箱的功能 来区分这道题 那那么说的话 那你要说放 对吧 好多功能呢 那保鲜吧 麻烦放保鲜里不完了吗 你得看这道题 我让你 那个您有什么家伙事什么的 我得上去 我还能做 好 两位嘉宾 都已经把答案给出了 谁也不想改主意 试试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我们的调查视频 馒头不该放到冰箱冷藏 是真的吗 说起馒头来 几乎无人不喜欢 而馒头作为主食也非常百搭 配炒菜 配粥 配咸菜都非常美味 除了这个之外 馒头还有一个米饭面条不能比的好处 就是食用方便 多做一些存起来 可以随时吃随时热 说起存放馒头 网上有一个说法 关注度非常高 那就是馒头不应该放在冰箱里冷藏 因为冷藏会加速 让馒头变干变硬 口感变差 比放在室温的情况下干得更快 对于这个问题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长知识了 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看来以后还是得勤快点 现买现吃 馒头不放冰箱放难 夏天放屋里万一坏了怎么办 放厨房也干呀 放厨房难道就不干了吗 对于这个问题 网友们的看法不一 馒头到底应该放在冷藏 还是室内保存呢 小分队决定用实验来验证传言 首先我们准备好两份 刚出锅的新鲜馒头 用透气的食品袋分装好 一份放在室内 一份放在冷藏 第二天 我们再次购买了同样的新鲜馒头 分为两份 继续将其中一份放在室内 另一份放入冷藏 第三天 小分队最后一次购买了新鲜馒头 这样一来 我们就得到了五份样品 分别是新鲜馒头 在冷藏和室温的情况下 存放了一天和三天的馒头 从外表来看 这些馒头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只有在室内存放了三天的馒头 看起来似乎更硬一些 馒头上甚至长出了美斑 这就意味着 在室内存放三天后 馒头已经变质了 但是这毕竟是表面现象 馒头的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馒头与馒头之间 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我们并不知道 为了进一步验证传言 我们来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咨询专家 馒头在储藏的过程中间 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回生和老化 所谓回生就是说 这个馒头在储存一段时间 感觉到它有一定的生味 馒头老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它的硬度显著的增加 那么我们如何来评估这几个馒头的老化程度呢 那么今天我们的老化实验 就主要通过止垢的硬度值 来对它进行一个表征 从仪器的角度 对硬度值进行一个量化 它的值越大呢 也就说明馒头越硬 也就是它老化的越严重 那么这些馒头的实验结果会如何呢 那我们通过止垢仪测得 新鲜的馒头 它的硬度值是408克 那么储存一天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在四度下 它的硬度就会急剧升高 由408克变到了997克 基本上已经翻了一倍多 而在23度下储存 它硬度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由408克变到了780克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 四度下它的硬度变化 好像是更明显的 但从这些数据来看 馒头似乎还真是 放在室内保存更好一些 那么存放了三天的馒头的结果 又会如何呢 23度的储存条件下 它硬度会迅速增加 它由新鲜馒头的408 已经增加到了1079克 四度储存 其实它的硬度 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是和一天时候的硬度是持平的 是996克 这些数值让我们非常疑惑 冷藏式馒头的硬度 跟第一天没有什么变化 室温馒头的数值 却有很大幅度的升高 甚至超过了冷藏馒头 这显然和网上的说法相悖 这又是为什么呢 根据研究的结果 这个淀粉在四度左右的时候 它最容易发生老化和回生 冷藏主要是回生和老化 导致的应流增加 而在室外储存的条件下 除了回生和老化之外 影响印度更主要的因素 是馒头水分的损失 原来是因为两种储存方式 致使馒头变干变硬的主导原因 是不一样 冷藏是因为老化 室温则是因为水分丢失 不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很少会有人直接吃凉馒头 多数都会热一热再吃 如果热完之后 两种方式储存的馒头 又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当复热之后 它硬度就是无论是 不同的储存时间 还是不同的储存温度 它硬度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而且都比那个新鲜的馒头要低 这些馒头的硬度值 竟然比新鲜馒头的还要低 这是为什么呢 复蒸让馒头的 改善了馒头原有的回生 和老化的特点 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 它就是让分子链 又进一步的舒展 舒展到它和刚蒸出来的 那个状况一样的情况 或者比刚蒸出来的状况更好 也就是说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纠结馒头 到底应该冷藏 还是放在室内保存 这两种存储方式 带来的细微差别 只要一加热 就可以完全忽略 更何况室温保存三天的馒头 已然长没变质了 由此看来 馒头即便是要短时间保存 也应该放在冰箱里 毕竟冰箱的温度低 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不过专家还告诉我们 冷藏其实并不是馒头 最好的保存方式 把馒头冷冻比冷藏的效果更好 在冷冻的条件下 水分的活度大大的降低了 水分活度的降低呢 就使得老化和回升的 速度变得更慢 如果没有水分 它就没办法回升 从刚才这个视频 我们也看到 馒头不该放到冰箱冷藏的说法是 假的 但是他说了 应该放在冷冻里 后面补一句 没听见吗 没看短片吗 我就看看 听到了他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他的呢 其他的不关心什么 光关心他 各位来着了今天啊 各位来着了 你看我翻译是吧 来着了各位 你就让我倒着回答吧 小孩最喜欢的一件事情 就是画画 画完画以后 放到冰箱上边 后来我可以上网搜了一下 不同画的画法 因为画画有各种各样的 你说水彩画 油画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 另外一个说法 说是用锤子就能做画 是真的吗 真的 真的 这肯定是真的 这个不用想 因为拿各种工具做画 已经不稀奇了 对吧 这你别拿大眼睛看着我 真的 这很多有拿手的 有拿那个棍的 什么竹签的 还有那种多了 所以我觉得拿锤子 这个不稀奇 这个锤子是在哪儿作画 是在墙上作画呀 还是在纸上呀 在脸上 在脸上 好 这整容手术 对 一锤子满脸花 画了一幅花 画了一幅花 对 你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假的 其实我特别希望这是一个真的 真的 这样的话又多了一个可以欣赏的一个艺术 锤子画 艺术什么来着 就是艺术形式 艺术品种或者一个手段 对 艺术形式 你觉得这是真的 好吧 你觉得是真的是吧 相信我没有错的 好了 两位嘉宾都就把答案给出来了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实验让你眼见为时 有请贝贝 欢迎大家来到是真的吗 真假实验室 今天我们这个实验 说的是画画 有网友说 用锤子就能够做画 是真的还是假的 据我了解 很多人都拿这个除了毛笔之外 或者钢笔之外的 很多道具去画画 书写 它都有这个实力 我们的原则就是 既然你相信 那请你上台来做到 看看是否是真的 让我来 有请赵老师 赵老师 飞哥呢 我们的著名的飞哥 飞哥 飞哥 你要找飞哥干嘛 我拿对面啊 飞哥 笔墨直验 你别告诉我 飞哥你就是这张纸 飞哥是什么张纸啊 你纸我有 这个我给你们来一个人物吧 给你们来个人物 可能台下的观众 看不见我这用笔 这个笔风 完成了 完成了 对 请别着急掌声 各位啊 看啊 当当当当 好 我们请 赵老师 好不好 我给各位讲解一下 是黄老师 想画过黄老师 但是呢 没有画出来 没有 我觉得你画的是 你画的还有点意思 对 我觉得你画的是 我见过最帅的黄老师了 真的 锤子我们都知道 他干嘛用的呀 他一定是砸东西 你没砸他呀 我错了 我错了 这个我错了 你别这么大 给我感觉很有威胁力 所以 大家说赵正阳 今天这个方法 靠谱吧 大部分不通过 是吧 我反正刚才运笔的时候 也确实 确实 谢谢大家 掌声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正阳 那锤子有它什么样的特性呢 就是我们都是用它来砸东西的 这是它的基本特性 砸一幅画出来 对呀 锤子嘛 只不会砸烂吗 我也不知道 那到底 网友的方法 他所说的用锤子做画 真的能够做出画来吗 按照网友所说的方法 需要准备的道具 锤子一把 一张厨房纸巾 一张A4纸 接下来就是 最关键的一样道具了 是什么呢 各种植物 该怎么办 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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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对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按照网友的方法 来杂花 我知道这意思了 就把你花那个汁给砸出来 第一步 随便挑选一个 放在A4纸上 尽量保证每一片叶子没有遮挡和覆盖 如果说你看我挑选的这一片 特别多叶子重叠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把它稍微地摘掉一点 现在 完成好之后 我们将一张厨房纸巾覆盖在上面 锤子该派上用场了 现在大家有什么担心吗 会不会砸烂呢 对 我觉得肯定会砸烂的 锤子多大的力啊 对 这样下去 刚我们挑选的那个小枝叶 多薄多细啊 现在我们都试一下 首先 要从硬的地方砸起 好 一二三走 就一下我们看到没有 纸上面已经显现出了 这个树叶的颜色 看见了吗 看见了 真好玩 好神奇啊 关键是 现在这个纸巾上呈现出来的这个色彩 就俨然像一幅画了 现在我们来砸一下树叶 按照网友所教的 不能够反复砸一个地方 因为那样 会容易导致里面形状的位移 好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它摘掉 有颜色 有颜色 它何止有颜色 它被砸烂了 多漂亮啊 多漂亮 最后一步 要将A4纸上的烂掉的枝叶 给它取走 这个过程特别过瘾 谢谢大家特别想看到 纸上呈现的是什么吧 对 这个小植物 经过锤子砸了之后 呈现的图像 好棒啊 好漂亮 好看吗 好看 特别像国画 特别像国画 这个时候如何让它成为一颗画呢 就需要准备一些道具 准备一个小画框 这音乐在泡沪场 这音乐多硬景啊 感觉贝贝是个国画家 不管怎么样 刚才我们看到 按照网友的这个方法 真的是做出了一幅画 对吗 对 而且漂亮吗 漂亮 大家该说了 怎么这样的方法 就可以砸出一幅画来呢 每一种植物 它都是有自己的颜色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知道的 有植物色素在里面 而我们所知道的 像什么叶绿素啊 还有花色素啊 这些都属于植物色素 所以它显现出来的颜色 是不同的 这些植物色素 大量地存在于叶绿体啊 还有叶泡当中 所以说当我们垂下去的一刹那 实际上就是破坏了 这些叶绿体啊 还有这个叶泡 里面显色的色素 就会附着在纸上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纸上呈现出非常漂亮的一幅画 其实我们还用其他的一些植物 也做出了一些特别漂亮的画 接下来呢 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 比如说这个放在书桌上 放在书架上 或者画在墙上 都挺好看的 觉得好漂亮 都很漂亮 非常好 可以要一个吗 我也想说 可以把今天做的送给我吗 我送给孩子的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可以 可以 来来来来 太好了 这个有颜色是吧 我们感谢节目组 给我们送的这个 每次来都能拿点东西回去 谢谢节目组 好美的礼物 好 今天我们的实验课题是 网友说 用锤子就可以作画 这个说法是 真的 感谢贝贝给你们带来的精彩实验 你看我也从导演手里边抢了一把 这不容易啊 把它按倒在地上 然后抢过来了 没白话是吧 也恭喜两位嘉宾都答对了啊 还有在场的观众也都对了啊 六月份是很多大学的毕业季 我在这里总结了 十一条给即将毕业的大学学生的建议 大家想听吗 想 那就掌声有请小倩 给即将毕业的同学的十一条建议 第一 宿舍条件再差 也要再住一晚上 因为毕业以后 你住的房子可能还不如宿舍呢 第二 不用给老师送礼 毕竟你四年学的东西 都已经还给老师了 第三 临走时和班级的每一位同学握手告别 要不然的话 你大学四年 连女生的手都没碰过 第四 记下每一位同学的联系方式 你就记住这一点 将来你结婚生小孩的时候 一定能用得上 第五 一定要多锻炼身体 要不然你根本挤不进照片会 去递简历 第六 专业参考的时候 在卖之前 一定要翻一翻 要不然别人问你内容是什么 你答不上来特别尴尬 第七 送给同学一些物品当纪念品 要不然你卖 卖不出去 扔了可惜 寄回家还太贵 第八 答辩结束以后 一定要向全体老师身居一躬 因为你要记住了 在你工作以后 绝对不会有任何领导 会花那么长时间 听你在那瞎掰 第九 在毕业之前 应该把学校里 所有的角落都走一遍 毕竟你有很多地方 都没去过 比如说 自习室和图书馆 第十 穿上一件你大衣 刚开学的时候的衣服 如果穿不上 你就明白了 这四年的钱都花哪儿了 第十一 也是最关键的一条 再忙 也要记住 参加一些集体活动 比如补考 现在小孩 我觉得条件都挺好的 我小孩根本没零花钱 现在很多小孩 从很小就零花钱 红包都不少 不是吗 我儿子红包都我花了 这是中国的妈妈呀 基本上都是我拿 他拿完以后说给 他就不要 是吗 他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 他现在还没有这个概念 我替他花了 小孝顺的孩子 你也这么想 你也这么理解 对吧 是这样 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后 就对婴儿啊 发育吧 特别感兴趣 我记得我一次上网搜了一下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常识 网上有这么说法 说是婴儿骨头 比成年人多 九十九块 是真的吗 哪来的骨头啊 宝贝 你还有多少块骨头 回头看一眼 这姑娘还有多少块骨头 这个我觉得九十九块啊 九十九块 对 比成年多九十九块 这我觉得是假的 假的 为什么 假的 是假的吧 假的 我太相信你们了 假的 假的 我就听你了啦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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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 这个九十九块呢 你要说多一块两块 我相信 而且我看过一个 好像科学报道吧 孩子确实有一些东西 在婴儿期间它有 但是随着它成长呢 它会退化 但是你要说九十九块 这拼起来可一大堆呢 这个 对吧 这九十九块 你这罗来 这一大堆呢 我觉得这是假的 你觉得是假的 它退化它去哪了 对吧 王绝 这次你还同意它说法吗 会不会 就是说 我不懂啊 我猜的 那个婴儿呢 比较小 它那个 长大了以后 慢慢的这些 就变成了一块了 有可能吗 王绝 你觉得这是真的假的 假的吗 你也觉得是假的 是吗 不许你看 对 真的吗 你觉得是真的 是吧 两位嘉宾 都已经把答案给出来了 试试的人像 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我们的调查视频 婴儿骨头 比成人多九十九块 是真的吗 人体是一个 十分神奇的机体 从胚胎开始 我们便处于 不断的变化之中 在成长发育过程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身高会增加 体重会增大 距离也会随之增高 一切都处于 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中 不断地做着加法 但是有传言却称 婴儿的骨头 在生长发育中 好似在做减法 它们的骨头 并不同成人一样 或者少于成人 而是更多 那么在这里 我们首先要向您提一个问题 您知道成人的骨头 有多少块吗 108对吧 260多吧 260多 208块吧 很遗憾 受访人员全军覆没 没有人说出正确的答案 其实一般成人的骨头 数量为206块 而在网络传言中却称 婴儿的骨头比成人 多出了99块 其中称 出生婴儿的骨头 有305块 比如小朋友的底骨 有5块 长大成人后 合为1块 尾骨又4到5块 长大后也合成1块 还有恰骨 坐骨 持骨等等 这样这里多一块 那里多一块 加起来就多了快100块了 那么对于这一说法 您相信吗 看来对于这一说法 大家看法不一 有的甚至不置可否 但是在生活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婴儿的身体 普遍很柔软 我倒 我倒 我再倒 妈妈扶我一下嘛 你们看我像不像一只灵活的小猴子呀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哎呀 不要和我的脚玩石头剪刀布 我只能出步 多亏呀 对此 有网友表示 婴儿的身体那么软 说不定骨头较多 就是原因之一哦 那么婴儿的骨头 比成人多99块的说法 到底是真是假呢 带着疑问 我们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 向相关专家咨询 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准确的 第一个就是说 骨头数量的测定 应该是横定的 是由解剖名词或者解剖的专用名词来确定的 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可能是就是 带给这个人照了片子以后 他去数这个S光片 这种方法呢 因为有儿童特出的一个骨型器官的存在 它可能会不准确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通过X光片的计算方法不准确呢 是因为这个S光片 拍出S光片的时候 咱们这个骨猴是不显影的 它是软骨成分 它不显影 所以有骨猴可能会把骨头分成好几个阶段 让大家看出来数量 婴儿的数量比成人教多了很多 所以这是一个误区 那么骨猴究竟是什么 在人体成长的过程中发挥着什么作用呢 骨猴组织实际上是婴儿或者是儿童 骨性发育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习惯 它是一个成骨习惯 儿童的生长发育 长个儿啊 变粗壮啊 都是靠这个骨猴的作用 软骨成骨来完成的 那么为了孩子骨骼的健康发育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第一步呢 首先要保证充分的营养的摄入 首先要保证钙质的摄入 另一方面呢 要多晒太阳 保证维生素D的合成 因为维生素D呢 是促进钙子吸收的 另一方面呢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少喝 建议儿童少喝碳酸性饮料 这样呢会导致骨骼中钙质的丢失 不利于骨骼的正常发育 最后专家告诉我们 在新生儿中 有两类最常见的现象 一直困扰着年轻的父母 他们是螺圈腿和八字脚 但专家表示 对此也不必过于担心 那么其实呢 儿童的腿的发育呢 有它自身的规律 两岁之内的吸内翻 大多数是生理性的吸内翻 也就是说生理性的偶形腿 那么我给家长的建议是 第一 禁止帮腿 第二点 如果超过两岁 你的孩子还是吸内翻 那么建议到医院就诊 那么关于那八字呢 出生之后的孩子 或多或少都会有那八字的 那么随着年龄的发育呢 年龄的增加 生长发育 那八字会逐渐地改善 大家不用去担心 从我刚才这个视频 我们也看到 婴儿骨头比成人多 九十九块的说法是 假的 对了 恭喜你 娟娟 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咱们刚才讲过一些 关于馒头的一个话题 馒头适不适合在冰箱里冷藏 当然在冰箱里冷藏是没问题 但是做馒头 我觉得是很困难一件事 从小我就看见我爸妈 发面发一晚上 第二天再做馒头 或者烙饼 但最近我在网上看这么个说法 说是十分钟就能发好面 是真的吗 是用普通的面粉吗 对啊 不是已经发好的面 对 就是面粉 我觉得这个十分钟发面 是不现实的 基本都得是半天啊 或者不是 三十分钟啊 或者一小时左右 我觉得三十分钟 一小时都挺快的 对 都挺快的 或者真正在一晚上 有的时候你 放在炕头 对 放在炕头 或者盖一个那个 替布啊什么的 放在炕头 就让人家早上不熟了 不不不不 那反倒发得快点 发得好一些 对 热是吗 温度高点 要不然在外面的洞上 对对对 反正我觉得是假的 假的 王娟你觉得 她说的有道理吗 不 我也觉得 这个十分钟有点快了 你也同意她说法 对 对 你翻译着两个人一起翻呢 对 没发现 我们俩现在 已经同意站好了 对 两位嘉宾 都就把答案给出来了 试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实验 让你眼见为时 有请 拜拜 欢迎大家来到 是真的吗 真假实验室 先问一下 谁特别擅长做面食 馒头 面条 包子 啥的都行 哦 馒头 面条 包子 啥的都行 那也就是说 发面就这样你会 发面一般 在我的印象中时间很长要 大概多久 大概要四个小时之上吧 这么长时间啊 对 是的 哦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四个小时的时间啊 真的是很长 赵正阳 我镜像当中 你也是会做饭的 那 还是说嘛 是吧 对 我记得现在吧 好像有一些那种 你像那个快速的酵母粉 那个超市里头已经普及了 家里呢 可能把时间缩短 但也得在 一个多小时以上吧 两小时以内 那可以说 十分钟就能快速发好面 这个事情 靠谱吗 不靠谱哈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进行一个对比实验 按照网友的方法来发面 和按照我们正常的方法来发面 看看结果到底会有什么不同 可以啊 刚才我表扬你是吧 对啊 你不能白骄傲 就我来跟你PK一下吗 对 那就咱俩来PK一下 好 既然你手艺这么好 是吧 有请赵老师 好 现在我按照网友的方法 你按照你的方法 好 走 我们来试试看 十分钟之后是什么变化 得嘞 我就不信了 来 大家看到 今天我们现场准备了一个瓶盖 这是一个小提醒 当你家里没有量杯的时候 你不知道用什么东西 去撑去量的话 我们经常看到的 这个矿泉水瓶的瓶盖 一瓶盖是大约五克左右 好 这个好 这个好 对 好 我们严格按照网友的方法 行 对 对 对 十克酵母 因为是快速发面 所以我们会用到 大家平常都要用到的酵母粉 两勺嘛 对 可以 五克泡打粉 加入泡打粉 就是让那个气泡变得稍微小一点 让它细致一点 对 接下来 我要放一样东西 是你没有的 是我没有的 就是我按照网友的方法 要放进去的一个白色颗粒物 到底这个是什么呢 先不告诉你 这个就是网友的神秘武器 这个五克 一克五克 它加了一个不明的物体 对 好 接下来 加水 活面 好 来 加水 活面 好 二百五十毫升的温水 一会儿再上手 对 关键是这样可以让面团 先自己自由组合一下 对 就不至于弄得满手 都是黏糊糊的 好 我要上手了 你要上手了 那为了已是公正 我也快上手 我们所说的十分钟 是不包括 这个后面的过程 前期的准备过程 对 您看我这坨面现在 胖胖的圆圆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硬 有点硬 摁起来就是 像我的肌肉一样结实 就是我这坨面的什么特点呢 就是看两坨面 就可以看出两个人的 这个皮肤状况 你知道吗 它那个就是皮糙肉厚的 你看我这个一看就很细腻 对吧 而且特别有弹性 你知道吗 不做了 好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 进行正式的发面了 对吧 其实真正的比赛 现在才开始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是给它们附上保鲜膜 所以这样给它包裹住 也是锁住它的水分 是吧 对 好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等 等待 对 等十分钟 来看一下两个面团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十分钟过后 发面能否成功 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面团的结果 你真是大了好多 而且像你真的像被人给打了一顿一样 胖胖的 一倍 没有也有三分之二 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你的那个面团 依旧是你的那个面团 依旧是我 我的这个面团 它已然不是我那个面团 对 我不知道你这个东西加完之后 它为什么会体积上变大 那就说明它发了嘛 那可不一定啊 你看这就没有生活常识 不见它体积大就是发了 检验的发面发 那里面会不是空的什么 不是 专家 检验发面发 绝对不是是因为它体积大小的 这只能算是一项 更多的还有一些 看看里面的气泡啊 你问一下它 专家 这个要检查发面发好 主要看里面 现在我们就要打开保鲜膜 看一看 哇 这个粘上了 你看里面 你看我这个 看我这传统这个 这算发了 算没发 当然了 算发了 已经已经有反应了 给观众看一眼 我们请现场 刚才那位会做面试的观众 专家 上台来 来 专家当个评委 当个评委 过来 你看看我这个 是不是已经有一点点了 对吧 它是算发了吗 这个有点偏向 对 有点点 但是 没发起来的 它这个现在能做包子吗 做不了 包子是可以做 但是包子做出来 因为它是可以 死面的 死面的 现在来看看我这个 对 这个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为什么它那个 可以把面接起来 我这个接不起来 因为面发好以后 它表面是很光滑的 哦 还有这你看 专家你看它这个 我看到好多的气泡 你看没有 蜂窝状的这种 对对对 面发好以后就是这样的 把它撕开的话 里面会有好多的小水 这个因为有一些小孔 它会 所以说它会变大 它会蓬松 对对 它会蓬松起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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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人的对比实验 出现的结果 已经一目了然了 按照网友的方法 以及配方做出来的 我这个面团呢 是在十分钟之内发成功了 而没有加入那个特殊物质的面团 还没有发起来 来 谢谢 谢谢郑阳 好 不客气 虽然你们这个 你这个面是发起来了 但是这个口感会和 没有加你那个特殊东西的口感一样吗 好 应嘉宾的要求 我们要将这个发好的面团 给它做成成品 大家现场品尝过之后 看看到底 吃起来会不会奇怪呢 还是跟正常的面食是一样的呢 所以说我们要让现场的观众 和我们共同来验证 最终的结果 那按照这样的方法发的面团 我们刚才已经做好了 新鲜出炉的花卷 接下来请大家共同来品尝一下 多谢 谢谢 味道还不错 还挺松的 还有嚼劲 还挺弹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它特别的软 特别的松软 然后特别的香 像那种 就是那种海绵蛋糕 就是比那个海绵蛋糕 有点韧劲那种 心不可服 是吧 心不可服 面的质感上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一样的 对吧 对 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 特殊东西 对 那个白色颗粒物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厨房里 都会有的东西 那就是白砂糖 太厉害了 为什么放一点点白砂糖 就会让这个面 发得这么快 发面是利用酵母菌 在面团内部 有氧气的环境下 将这个淀粉转化为糖 然后消耗掉 释放出二氧化碳气体 这个面团才会迅速地膨胀 而加入白糖呢 就是大大的缩短了 这个淀粉的转换过程 所以说啊 这个发面时间 就会大大的缩短了 好 我们也希望大家 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 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 别忘了给我们提供线索 让我们现场和一个大家 共同来分享 今天我们的实验课题是 十分钟就可以快速发面 这个说法是 真的 真的 再次感谢贝贝的实验 两位是自己生过馒头吗 没有 都没有吧 这个没有 所以就是错了也 理所当然的 来吧 来吧 是吧 对 还有这个环节 这是第一次一个实验题 两位嘉宾都答错了 恭喜两位啊 不容易的 大家有没有 刚从南方到北京来的人 举下手呢 北京以后有的时候 就是特别干 开始流鼻血 哎呀 我到北京十几年了 从北面来也有这个感觉 哦 你也有这个感觉 有啦 哦 画画的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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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安徽人 所以我们那边 还是比较湿润的 特别是每年过年 我都要回家 或者是 其实在北京的 像我们做演员 在北京的时间 并不是很多 比如说到南方拍戏 每次这样来回 都要导个一个礼拜 大概时间 还有身上皮肤的干燥 嗯 因为我自己啊 还有我小孩 有时候也流鼻血的现象 后来我上网搜了一下 应该是怎么办 后来网上有人讲说 这流鼻血是不敢仰头 是真的吗 是 是啊 是真的 这流鼻血啊 会有造成这个 这一抬头啊 其实我们习惯性 这一抬头 对啊 我晓得是 甚至可能拿凉水 拍背额头 爸爸妈妈也会告诉我们 要抬这头 不要让它流出来 但是呢 容易造成什么呢 这个血液啊 回流 呛着 俗声地喝了 对对 一般都会往嗓子里 对 回流 这不应该 这个一定不应该 所以你觉得这个说法 应该是假的 假的 不 不该仰头 是真的 你误导我 是真的 是真的 不是 误导 不该仰头 婉娟你觉得 这个是真的是假的 如果要是不该仰头的话 那是不是在我们父母那一辈 或者爷爷奶奶那一辈 就知道了 就会告诉我们 所以你觉得 这个应该是真的是假的 我觉得是假的 好了 两位嘉宾 都已经把答案给出来了 事实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我们的调查短片 流鼻血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在影视剧中 流鼻血也可能这样的 生活中的流鼻血 虽然不会这么夸张 却也并不少见 在遇到流鼻血的状况时 你会怎么做呢 还是会仰头吧 要是我的话 肯定会仰起头 脑门上拍点凉水 然后会仰一会儿 先仰起头 是很多人在发现流鼻血后 下意识会做的动作 可是网上却有传言说 流鼻血时不该仰头 对于这个传言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不是吧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 流鼻血的时候最需要按着鼻子 最好的时候需要按着鼻子 然后仰一下头 因为你流鼻血肯定 自然的条件 它就会仰到头身 那血不停地往下流 多数人都觉得仰头会有助于止血的 那么流鼻血时 不该仰头的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 实际上鼻出血的时候呢 仰头是不对的 因为鼻出血啊 严重的话可以致命 这个泥羊头 这个出的血呢 就排不出来了 排出来了 它就有可能 那个堵塞气道 偶尔会引起来枪口 是吧 所以说了 有些人呢 甚至会流进去以后的话呢 会都咽到肚里边 那么咽到肚里边以后 它会对位是一个刺激 所以说它会引起呕吐 我们不主张 咽到肚里边 也要防止枪到这个气管里 那么流鼻血的时候 正确的止血方法是什么呢 咱老百姓 怎么做的止血方法 有三条 第一条就是捏住 身子要前倾 就是稍微有点低头 不要头后痒就行 就这样就行 用这个拇指和食指 尽可能 别像我这样 这人捏的是前面 要往后捏 这么捏住 第二个办法就是 冷敷 可以用冰块 用冷的毛巾 敷在面部 通过热胀冷缩来止血 这是第二个办法 第三个办法就是 填塞 应该填油纱条 就是把那纱布 搅成一个细长条 全都沾上这个繁殖林膏 然后用镊子 这个就往鼻孔里头填 专家告诉我们 由于鼻腔内 血管分布密集且敏感 所以大多数的鼻出血现象 都是由于毛细血管破裂 导致的出血 一般填塞或捏鼻 十分钟左右就能止住 可也有网友问 为什么自己流鼻血时 怎么都止不住呢 这个都要医生来判断 如果医生告诉你 可能你是由于肝病引起来的 造成了凝血的因子 这个生成不够 或者是由于肾脏的 肾功能不全 造成了小血管的病变 这些都要去相应的疾病 相应的课室去看 这个原发性疾病 高血压的病人必须得降血压吧 血液系统疾病 你必须得把血液的疾病 来控制住吧 这是从根本上治疗 这时候鼻出血就成了一个症状而已 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 是普通鼻出血还是大量出血呢 第一个就是看看它出汗不出汗 还有一个就是要看血压 血压低了 说明它出血就多了 同时专家也提醒我们 不管是什么原因的鼻出血 都不要紧张 过度紧张也会导致出血量增加 而对于流血不止的情况 则应及时就医 通过刚才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流鼻血 不该仰头的说法是 真的 真的 那又怎样 多大事吗 完全 也行 用你的牺牲换取一个真理也可以 你是伟大的 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 又有很多网友给我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针对这些有趣的问题 我们的态度还是 绝不小心求生 只管大胆胡说 小倩 谈恋爱 如果女孩的收入比男孩高很多 会让男孩感觉压力很大 是真的吗 真的 真的 我认为是真的 因为会总有其他男孩问他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女朋友的 我女儿想要啥不直说 我问才要 这说明她有心理问题是真的吗 假的 我认为是假的 我老婆这么大了 还这样 颜值低也有好处 是真的吗 真的 真的 我认为是真的 我高中的时候初恋 每天和我女友散步 都三年了 从来没有人认为我早恋 黄西老师 我听说结了婚的男人 一有钱就有别的想法了 是真的吗 假的 假的 我认为是假的 结了婚的男人 怎么可能有钱 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是真的吗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